中華三宗 憲作聲憲主彼詩 有世界健康 經歷過戰艦 願望台灣明明 生死奉的大愛心 願望台灣正好 世界真好明 各位 我們就繼續我們的論壇 接著下來就是黃教授他跟我們報告 黃教授在中門他投入很多 有關於中門的很多的著作 都是由他來指筆 對中門的理論架構的建構 貢獻了很多的心力 他今天要講的題目 是對於鬼谷子的研究 以及他自己本身 這一二四年來的成長 我們請黃教授 請 尊敬的火炎師傅 主持人楊院長 主論人 吳院長 市教授 元通法師 楊校長 現在還沒到 各位大家好 今天這場論壇 我本來沒有準備要參加 因為我正忙著連底要出版的一本書 鬼谷文化概論 堅論 維新聖教對鬼谷文化的弘揚 那時間 我有很大的時間壓迫感 但是南天文化院 江執行長就跟我說 黃教授出來走走 台東是個好地方 我說是 台東真的是個好地方 然後楊院長他也跟我說 楊院長他也跟我說 他說 你都不用準備 你鬼谷文化研究這麼久 你就談談你的心得跟成長 所以我就定了這個題目 也逆了各位所中有的這份綱要 那首先我們先來談談 什麼是文化 記得師父曾經開示 要對文化下一個合適的解說 有點難 我體會師父的意思 師父他是對於文化 他是以宇宙宏觀的角度來看待文化 師父有曾經開示 我們宇宙虛空寒長萬法 換句話說萬法 在我們宇宙虛空中本質具足 包括文化 所以文化從這個角度來看 文化它跟宇宙是同時存在的 有宇宙就有文化 有地球就有文化 但是它雖然本質具足 它必須仰賴 先知先覺者 智者人者 去以物引物來開發之 比如說我們的古今昆仑文明 它的締造 是由我們的古聖者 隨人士 福西士 九天玄女 女娃良良等 他們在昆仑山頂維牙的平台上 仰觀天象 仰觀天象 佛察地理 日復一日 年復一年 締造的古今昆仑文明 所以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所謂的文化它就是道法自然 以物引物的產物 所以師父常常跟我們開始 我們要學會以物引物 但是我們在教學教育的過程當中 我們通常會去方便說 所以各位看講綱 我們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 所謂的文化是人類 跟大自然互動與適應的產物 適應它本身是一個協調的過程 以求取生存為中心 它的最終目的在取得和諧與平衡 所以我們的遠古先民 在跟大自然互動的過程當中 他們感受到大自然中的風與雷電的強大力量 也因此感受到天的偉大 而強調人應該要尊天 敬天 禮天 法天 法天之道 法天之德 所以這個宗教文化 宗教文化觀由世產生 所以這是對於文化 我們先下這樣子的一個解說 然後下面要來跟各位談談 在世界和平大道上 文化為什麼這麼重要 請各位可以看我講講 我贏了美國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 Handleton 的兩個研究報告 第一個是他在1990年 約集了美國哈佛大學的幾位教授 和寫了一本書 書名叫《文化為什麼很重要》 然後他在為這本書寫序的時候 他說他在1990年代初期碰巧 看到加納跟南韓這兩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 也就是說在1960年代 加納跟南韓這兩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非常相同 國民所得也是很相似 但是曾幾何時 30年後 30年後 1990年代 南韓已經要居工業大國 然後他是要居在全球第14個經濟體 而加納他還是停留在1960年代沒有什麼成長 這個Handleton 教授根據他的研究 他說造成這兩個國家產生如此 這麼大的懸殊的差異的原因當然很多 但是他強調最重要的是文化 根據他的研究 南韓他們重視什麼呢 南韓他們重視節儉 投資努力工作 南韓他們也重視教育 組織和紀律 這個就是文化 所以他強調造成這兩個國家產生 短短30年產生如此差異的主要原因 就是在於文化 所以文化重要性由此可見 那Handleton 教授在1997年 他寫了一本書 這本書我在我的書裡頭常常引用到 這本書的書名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這本書他提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這概念是什麼呢 Handleton 教授根據他的研究 他說世界和平之道在文化 他提出兩點的理由 第一個根據他的研究發現 我們這個地球 他是由多元文化文明組成的世界 包括農業文明 工業文明跟資訊科技文明 但是文明跟文明之間有個灰色地帶 叫做文化斷層線 所以根據Handleton 的研究 這個文化斷層線 它是全球政治衝突的中心所在 所以他強調文明的衝突 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 而根據文明所締造的國際秩序 它卻是未來世界和平的最大保障 所以他強調不同的文明之間 要相互的資源 要相互的支持 比如說工業國家 要幫助農業文明的國家 促進他們的農業機械化 來增加生產量 而資訊科技國家 要協助工業國家 消除他們工業所帶來的污染 所以他的第一個理由 不同文化文明之間 要相互的支持跟資源 他的第二個理由 他強調文化具有兩大力量 一個是整合的力量 一個是分裂的力量 根據他的研究 文化的國跟國之間 文化的同質性 或團體跟團體之間 文化的同質性 它會助長彼此的合作和鄰居力 反之文化的差異太大的話 它會加深我們社會的裂痕 所以亨廷頓教授 他根據他的研究 他對中華文化相當的有研究 他提出一個大中華共融圈 所謂大中華共融圈就是以中華文化道統儒家哲學為主流的一種文化 他說除了大陸跟台灣之外 東北亞 日本韓國 東南亞 像越南 柬埔寨 還有新加坡 馬來西亞 這幾個國家 他都非常崇勁我們的中華文化 所以他強調不同的國家要加強交流 加強互訪 加強互動 所以他提出大中華共融圈 這些國家如果能夠彼此都能給中華和平文化 來作為它的主流文化的話 就能夠帶動東亞的區域和平 而區域和平它是我們世界大和平的基礎 所以這個各位都知道我們師父從2001年開始 就開始舉辦海峽兩岸鬼谷子學術研究會友誼交流大會 然後到2006年成立南天文化院 然後舉辦兩岸的鬼谷文化中華文化的一個跟兩岸和平的一個論壇 所以相信師父這麼做有他的道理在 希望能夠藉由文化的交流論壇的舉辦 來縮短兩岸之間的文化差異 希望同為中華山主的兩岸而語 他能夠新手相連 共同來締造我們世界永和平 所以這是根據Huntington的一個研究 他提出世界和平之道在文化 他提出以上的這兩點的理由 根據他的研究發現 接下來我要來跟各位談談什麼是鬼谷文化 我講剛剛有提到 師父曾經開示 鬼谷文化是鬼谷子智慧的視線 大無其外 細無其內 我講剛剛有提到明朝的冯孟隆先生 他在他的東周列國置第87回 他將鬼谷文化分成為四大層面 就是數學 我們的易經風學 數學 遊學 兵學 跟初四學 這四大層面可以說是 唯古經中外學者所認可 那現今由我們台灣 由我們維新聖教台灣鬼谷文化學會 邀集兩岸學術各界專家學者 共同以鬼谷子這本書 代表鬼谷子思想這本書 來研究鬼谷文化的古製經用 從2016年到現在 一共四年發表論文135篇 出版論文集一共有六大集 所以就是我們談到鬼谷文化 它有四大層面 所以下面簡單地說 什麼是鬼谷文化 我這樣子來說明 不足的地方請大家師父來開示 所謂鬼谷文化簡單地說 它是鬼谷子 鬼谷先師 完產老祖 在春秋戰國時代 在現今的荷蘭齊縣於孟山 承接古經昆仁為名 承接中華山主文化 周易文化 然後它反本開行古日經用 演藝 用藝 轉藝 弘藝 創辦中華第一古軍校 造就諸法家 諸兵家 諸仙家 諸仲恆家 由於他們之間的相互成就 它因而結束了春秋五百年的戰亂和失序 使中華文化得以淵源流長 使中華民族血脈得以綿延不斷 所以鬼谷文化 這是由鬼谷 我們的老祖 鬼谷先師 在距今兩千三百年前 在雲木山所締造的 然後鬼谷先師 他除了創辦古軍校之外 我們師父有開示 他四處講經說法 四處講學 每一個地方講學都停留二十個月 師父有開示 為什麼停留二十個月 二十是兩個十 那就一重一橫 就是食道天行 所以我們簡單地說 我們的鬼谷文化是因為 由這樣子締造的一個文化體系 它是我們中華文化到統發展中重要之一環 它是一個和平學和平文化 現今有我們台灣維新聖教 這個宗族混原禪師來予以弘揚 所以師父他很清楚地跟我們開示 台灣維新聖教弘揚鬼谷文化 法脈 昆倫 法源 易經 這是這樣的一個理由 然後師父在民國一百零五年 他曾經明白的開示 維新聖教第一法輪追根溯源 三十三年圓滿 從民國七十一年到一百零五年 正好三十三年 所以師父這是我們維新聖教第一法輪 三十三年追根溯源圓滿 接下來從一百零六輪開始的未來三十三年 鬼谷文化古至今已經啟動 所以下面要跟各位談一下 鬼谷文化追根溯源的研究發現 師父從1998年開始 歷行我們鬼谷文化的追根溯源研究 本人利用學校寒暑假 以及休假期間 多次跟隨混源師父 到荷蘭 河北 新疆 青海 甘肅等地 進行鬼谷文化的追根溯源研究 研究重在強調我們的 我們的維新聖教法脈昆倫 法源易經 相信各位都有聽師父開示過 皇帝時代的國師 鬼異曲是鬼谷子的前神 有沒有聽說過 有的 下面我要提出三點來印證 歷史有關鬼異曲 師父曾經開示 他是皇帝時代的國師 他協助皇帝發明紫蘭車 幫助皇帝打敗蚩尤 由於歷史的成王敗寇的記載 所以我們的蚩尤地主寒冤忍入五千年 五千年 那在2002年 當師父發願要在著陸橋山 為皇帝建皇帝殿的時候 師父有開示 他說吃有地主找上了他 找上了他 希望師父能夠為他建廟立詞 能夠為他平凡 所以他有2003年 師父接著在著陸池油山建立池油池 以及2004年 師父開始在台北領口舉辦 中華民族追根溯源聯合祭祖大典 這是為中華山族解之外 最重要的為吃由地主平凡 所以我們過去都說我們是炎黃子孫 事實上我們是中華山主兒女 所以這是有關鬼異曲 他是皇帝時代的一個國師 我們歷史 我另外尋了一個資料 就是我們的歷史有關鬼異曲 我們歷史記載 皇帝時代的鬼異曲 他的學術地位很高 學術地位很高 僅次於齊博 最重要的就是鬼異曲 他跟齊博等人合作了一本被譽為醫學之中的皇帝內經 各位知道皇帝內經它是中醫的很重要的經典 很重要的經典 黃帝內經裡頭它提到障像系統 我們人體有兩大生理系統 一個是解剖學的生理系統 一個是經絡 經絡經絡經絡它成為障像系統 所以我們的經絡的觸手 它在做什麼 在吸取宇宙的正能量 包括天之經 天之氣 包括地之氣 所以根據皇帝內經 我們每一個人 只要你的經絡 這兩大系統健康的話 你的身體會更加的健康 這是皇帝內經 我們的鬼異曲 他曾經參與皇帝內經的著作 那麼皇帝內經它包括數問跟靈書兩篇 每篇各有九卷 它一共有162篇 但是各位知道 這162篇裡頭有140篇跟陰陽有關 各位知道陰陽是我們印經的核心 陰陽是鬼谷子這本書的核心概念 那有140篇跟陰陽有關 也就是說這140篇裡面 都是皇帝親自問鬼異曲 有關陰陽的問題 所以從這邊各位可以了解到 就是鬼異曲它是精通陰陽 所以我們今天我們維新聖教 我們易經陰陽跟鬼異曲是有關係的 所以我從這一點來印證 師父開始的鬼異曲是鬼異曲的前身 做這樣的印證 另外根據大陸有一位文化學者 叫王大友先生 他領導一個研究團隊 歷經24年的科學研究 包括運用多學科邊緣交叉法 田野研究法的科學研究 建立所謂的中華文化基因組圖譜 基因組圖譜 然後在這個基因組圖譜裡面 有記載證實什麼呢 證實大洪式鬼異曲 是昆仑文明的傳天數則 就傳日月星辰的運轉 所以包括太極和若和土若書 包括太極八卦 也包括三億 這個所謂的周易古今連山歸葬 也包括所謂的陰陽五行等等 還有包括九宮、九蟲、鋁蛙涼涼涼的後天八卦、玄虹大卦 都涵蓋在裡面 所以從這邊 我們可以來印證皇帝時代的鬼異曲 春秋戰國時代的 與孟三的鬼谷誌 跟今天鬼谷先師完成 老祖過我們師父天人合一 跟我們的混元禪師 他是一脈相傳 所以用這邊也可以來印證師父開示的 我們唯心聖教 法脈昆仑、法源依經 關於鬼谷文化這部分我就談到這邊 下面談談談我的自我成長 相信你們不會打瞌睡 可以參考一下講綱 人生因緣 有偶然 有偶然 也有必然 不論偶然 必然 多是緣 所以我在進入唯心聖教之前 我自認我的社會角色扮演得還相當不錯 我奉養我的雙親 我孝順我的婆婆 我相夫教子 我從事教學研究心理輔導工作 所以我自認我對得起自己 剛剛談到心理輔導工作 楊校長 對不起 我要稍微談一下 因為我從事心理輔導工作 將近30年 學生的心理輔導工作將近30年 你剛剛說一個笑話 不扶不倒 一扶就倒 各位事實上不是這樣 那是一個笑話 什麼叫輔導 輔導就是協助學生成長 不是替代學生解決問題 而是協助學生由自我認識 自我成長 自我肯定 到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 所以這是對輔導的一個很正確的概念 跟他的做法 那進入唯心聖教之後 在師父的引領之下 我接觸了宗教文化 師父教導我們要禮佛 練佛 要練經 誦經 我忽然發現 天地竟然是如此的寬大 我也覺得 我未來還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可以做 所以就是這個 我剛剛講人生因緣有偶然有必然 所以民國83年 我和楊院長和師父結緣於大凡事 民國84年我以一張白紙 我真的異經什麼都不懂 八卦什麼都不懂 就進入了 學習起點行為相當不錯的第二屆 異經新法研究班 記得師父在第一天 第一節上課的時候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很清楚 師父開始 學習一經 要有佛學 素養 所以要修行 那修行呢 要先修心 修一個寬廣的心 如何修心 師父說 你就這樣子 白天 把宇宙 把地球 把萬人生萬物放在心中 晚上 把太陽 把太陽放在心中 讓它放大 放亮 放光明 對於師父的開始 我真的有努力在做 努力在做 那這個89年 89年 師父就開始給我課題挑戰 給我課題挑戰 引領我由專長的心理學 跟教育學領域 走入中華文化 中華山主文化 和鬼谷文化的一個研究 至今二十年來未成中斷 我多以歡喜心在做 對於師父的交代 坦白說 我多如期完成 我絕對沒有讓師父講第二次 真的是一邊學習 也一邊努力在成長 努力在成長 有一部影集 剛剛楊運院長也提到了 吳院長也提到了 我講剛剛也提到了 我們不是在為他宣傳 事實上這部影集 它慶於年 它是我們在美國的女兒 跟我說爸爸媽媽 有一部很好的影集 你們可以去看 可是它並沒有告訴我們 影集的內容 它只跟我說 每一個演員都演得非常的稱職 正好這個時候 正好這個時候 電視台在轉播 所以我跟楊運院長 我們就抽空看了這部影集 對於這部影集 其實我最欣賞的是它的主題曲 它的主題曲 曲名是《於年有幸,於君相逢》 它啟示什麼 它啟示你我每一個人從出生開始 只要有生命 就有什麼在 就有餘年在 過一天 少一天 過一年 少一年 所以師父經常跟我們說 要我們要洗緣 各位記不記得 要洗當下緣 要續緣 要續前生緣 要細緣 為細的細 要細來生緣 有一篇文章 叫做《觀山觀雲觀生死》 這篇文章 我在過去上課的時候 我常常拿出來 跟學生們討論 這篇文章 它提出三個概念 第一個概念 人際關係要珍惜 就像剛剛師父給我們開示的 要細緣 要續緣 要細緣 它人際關係要珍惜 第二談到人際關係要留空 人際關係要留空 西藏有一句話 看見了空 心中有慈祥 心中有慈祥 所以剛剛楊校長 您剛剛有提到鬼谷子的精髓之一 就是做事要留餘地 也就是說 我們剛剛談到這篇文章裡頭 第二點強調 人際關係要留空 做事不要做絕 說話不要說絕 給對方一個台階下 也給自己有一個回轉的空間 我不知道 曾經我看到這樣一個報導 就是一篇 就是那個季曉蘭 清朝那個季曉蘭 她有一個叫南庭序 她裡頭有寫到 她說那個龐娟要下山的時候 然後這個她那個鬼谷老祖 她就跟龐娟說 路狹愛處 路狹愛處 與人同行 懂嗎 路狹愛處 與人同行 我相信老祖意思是說 那個孫兵要下山的 你要好好照顧他 要好好照顧他 要留餘地 留餘地 所以我用這樣子來印證 剛剛楊莎長所提到的 鬼谷文化的景水 就是做事要留點餘地 那這篇文章的第三個概念強調 除了強調人際關係要珍惜 人際關係要留空 第三個很重要的 強調人際關係要不斷地經營 別人為你做事不要以為理所當然 要畫理所當然為不再理所當然 你能夠這樣畫掉的話 你就懂得什麼感激感謝 所以就是由這篇文章 我們從清雲年這個主題曲 我欣賞他的主題曲 除了剛剛強調 《於年有新》 《於君相逢》之外 這部他的主題曲的內容 還有兩點我要特別提出來的 對於他提到我們的過去 提到我們的未來 我講剛上有提到 他說對於我們的過去 他說細數著余年 無怨無悔 你細數著你的余年 雖然不再相見 也斷了前緣 但是無怨無悔 他啟示什麼 他啟示你我每一個人 都要學會放下 放下就留空了 學會放下 放下什麼 放下負面的感覺 放下非理性的思考 想法和看法 這是第一個 第二 要放下不切實際的期望 你要量力而為 第三很重要的 要放下功能不良的人際關係 所以師父常常跟我們說 不要和人結緣醜 我記得我最近看到師父的一篇文章 師父說你跟這個人 他說我們每個人周圍都有250個互發神 你對這個人 你罵這個人 批評這個人的話 你等於批評了250個人 所以各位 師父跟老祖都要我們修心 要修口 畫到嘴邊留三句 想想再說 所以這是這部主題曲 他除了談到當下 談到過去 也談到未來 他說這個 剛剛吳醫師吳院長 你有提到一個人生清單 各位還記不記得他提到一個人生的清單 比如說他說我們的壽命平均多少歲 那你已經大於壽命的話 那你就怎麼樣 你就有比較多的魚鏈可以讓你來做規劃 提到一個人生清單 所以這部主題曲 他提出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要我們用一顆溫暖的心 來看顧著魚鏈 也就是好好照顧你的魚鏈 不論長或短 長或短 也就是說 不論魚鏈多長多短 能夠做 可以做 該做 就要怎麼樣 不要由於立即去做 所以師父有兩句話 我一直記在心中 他說師父跟我們說 人要做到死 不要病到死 各位這兩句話 有很深的哲理在 所以請各位好好去思考 好好去體會 好好地去擅用我們的魚鏈 來將這麼美好的鬼谷文化 共同來加以把它弘揚 把它弘揚 所以最後 當然 最後我要說的就是 感謝有緣 感謝有緣 感謝我們今生有緣 能夠跟老祖 跟我們的魂元師父結緣 感謝有緣 感謝我們今天有幸 能夠大家在一起 來將鬼谷文化 古至今用 來將鬼谷文化 加以弘揚 各位提會到了沒有 好好努力 不論魚鏈長短 努力做 努力做 盡心盡力地去做 最後提出兩點的結語 請看講綱 請看講綱 第一點的結語 鬼谷子 我們的師尊 他是人 是心 是法 是道 他處處在 無死不在 端在你 悟於不悟之當下 所以師父常跟我們說 要把老祖 放在我們的心中 要把佛祖 放在我們的心中 各位好好的做 好好的做 然後第二點的結語 鬼谷子這本書 這本書 他以人為本 以天地陰陽百合之道 來論述聖人之道 主客觀互動之道 為人處事之道 說人之法 所以鬼谷子這本書 有空的話進去讀 好好的讀 用心的讀 他可以說人 可以說法 可以說家 可以說國 可以說天下 所以基本上 鬼谷文化 它是一個和平學 和平文化 甚至我們大家一起 利用我們的餘年 好好的努力 來將它弘揚 把它推向國際 謝謝 我到中門以後 江執行長 他原來還沒有一起進來中門之前 他是一個圖書公司的執行副總 所以跟大學的很多教授都熟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書 很多的文章 都是他幫忙出 我進來以後 他建議我 他把我兩本書 一本人生理念的探索 一本是快樂的傻瓜 要把它 把他們原來櫃冠圖書公司的版權 再還給我 然後我就把版權收回以後 就他幫我印兩萬本 當時的實價是250塊錢 又印了兩萬本 捐送給中門 我在快樂的傻瓜這本書 後來一而再版 那我用了幾句話 作為改版的這個序言的片頭 第一句話 工作在自己的自尊感裡 生活在今天的充實感裡 工作有自尊 生活要有內容 要充施 人以人 讓人際間一流回轉的空間 橫持剎那的感動 人生的路將是無限的寬於廣 我想我用這幾句話 回應剛剛黃教授所報告的 成長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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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corr Gonzalez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